摆平的绿地加上樱花步道 搭配着庭园造景以及清晨的丑鸣鸟叫 有一种让人生活在日本京都的错觉 民宿主人是返乡青年 原本在竹科工作 为了照顾家人放弃百万年薪回乡竹梦 会回来的原因是因为长辈小中风 想说究竟照顾 因为本身也是在地人 所以才会产生回来盖民宿的这个念头 决定要回来的时候 当然就是真的是很期待 非常的期待 因为等于是从不同的领域 跨到这个一个新的领域 然后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 本身就是喜欢日式的建筑 所以那时候也有去就是京都大阪 把一些他们的建筑特色 看能不能学习或者是尽量带回来 由于民宿主人夫妇非常喜欢日式京都风格的建筑 草床出席常常来往日本取经 而有着日本风格的民宿名字 则是民宿主人的创意 相当重视家庭与亲子关系的民宿主人 特别将一家人的名字融入民宿当中 亲密又无为何感 会叫玄庭本二家的关系是 因为那时候在想名字的时候 想要用家里的人的名字去取 然后选是老大的名字 停在单位名称又刚好是一家的意思 本是我老二小孩的名字 二家是因为就我们有两栋建筑物 所以就叫二家 整个园区的附近大概一家 因为想要有一些造景跟一些 因为你像我们走到几乎整排都是樱花树 然后保留一些绿地 然后去搭配建筑物的特色 然后让旅客来的时候 可以比较悠闲自在 虽然民宿不提供晚餐 但是在早餐的安排上 民宿主人则是相当用心 到渔池街上采买当地的食材 并且亲自料理 日式风格的在地风味早餐 满足每一位住宿有客的味 这是考虑与小心鱼翅喔 那这个是玉子沙 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龙虚菜 然后再红麻将 这个是植米红豆汤 早餐主要就是会用这边的食材 那有一些部分的东西 是我婆婆自己种的 那调味的部分我们就是用 小油 低盐 低糖 去做调味 然后整个早餐的菜色 虽然说我们主食是饭跟味噌汤 但是其他的菜色搭配起来是 比较清爽清淡的口味 由于民宿主人的用心与坚持 让住宿的游客可以得到真正的放松与休息 搭配着周边日月潭与普里地区的观光景点 一定能让大家对于乐活旅行 有着不同以往的体验 记者张东仁与池香采访报道 好山好水好风景 欢迎大家来玩咯 AKK AKK 感谢观看